惨遭枪杀的槟城女商人李宝爱 今天下午举病 上百名亲朋好友来到了安舍于巴都眼东卫生所的灵堂 送他走完最后一程 死者的丈夫男人心中悲痛 抱着从英国赶回老家奔丧的女儿痛哭失声 女儿还坚强地替父亲擦去眼泪 向他露出微笑 令人心疼 据悉死者女儿陪伴父母过新年 上个星期才飞回英国 没想到突然接获母亲的死讯 连夜赶回槟城见母亲最后一面 家属今天在亲友的陪同下 手持黄色菊花 护送死者灵鹫到巴都眼东智商区 虎化场虎化 和死者相识十多年的高原区前国会议员陈志明强调 死者为人正当 希望网上不要再流传不实传闻 他是一个非常本分的一个人 那么他也不会去参与这种活动 因为卡拉OK并不说一个很坏的行业 但是一个灰色地带的行业 但是就算是一个灰色地带的行业 以我们认识的一个他呢 是基本上是不可能会去活动或者去参与的 他也澄清 有关死者因为生意纠纷 导致他人损失数十万令节 引来杀身之祸的说法是错误的 强调死者并未和其他人结怨 希望警方查出真相 截至目前 警方还无法确认两名枪手的身份 也无法鉴定死者为何遭人枪杀 IDV7 槟城 采访不到